一个平民窟里的黑帮恶棍与警方勾结当了13年土皇帝 他敲诈勒索杀人抢劫侵害女性 就连少女和孕妇他也不放过 这位无恶不做的恶魔怎么也想不到 有一天自己会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 被200多名妇女围殴致死 甚至连生殖器官都被割下 这个无恶不做的平民窟土皇帝叫做阿库亚达夫 1971年出生在印度一个中部城市郊外的平民窟里 并在这里长大 他天性残暴是平民窟里最不听话的小孩 再加上他是高种性身份 在平民窟里属于身份比较高贵的那种 这也助长了他的任性 从小就各种胡作非为小偷小摸是阿库的家常便饭 随着年龄的增加 阿库开始不满足于一个人的作恶了 他想要掌握权力当领袖 培养属于自己的恶势力 于是他开始组织起了自己的帮派 还控制了其他的团伙 凭借着阿库的高种性身份 他的帮派在平民窟众多的犯罪帮派中迅速崛起 在印度 种性制度是将人分成不同等级 最低等的被称为贱民 他们的社会地位最低 最受歧视 高等种姓的人 时常把低等种姓的人视为奴隶 种姓歧视在印度是个屡见不鲜的现象 在种姓优越感的驱使下 阿库将平民窟的妇女们 全部视为可以任意欺凌的对象 警察们也不会把平民窟 低等种姓的人当回事 所以在这里发生的暴行 警察根本不会插手 知道警察不会介入后 阿库开始变本加厉 四处侵犯妇女 他的欲望极其旺盛 当地300多户人家 就有200多名妇女 曾遭到他的强行侮辱 每隔一两天 阿库就要随机闯入一户人家 进行他的受刑 被他侵犯的这些妇女 有的是怀孕七个月的妇女 有的是刚举行婚礼的新娘 甚至是小女孩 那些普通的主妇 更是沦为他的玩物 没有人能逃脱他的魔掌 底层的民众 大都是敢怒不敢言 因为他们在遭受阿库的欺负后 胆敢有一句抱怨 轻则被一顿毒打 重则性命不保 对于当地的居民来说 阿库就是噩梦一般的存在 最可恶的是 阿库在对妇女们 实施暴行之后 还会对这些受害者 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 一个叫做雷莎劳特的小伙子 就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姐姐 被残忍对待的全过程 阿库及其手下 侵犯了雷莎劳特的姐姐 随后残忍地 结束了姐姐的性命 甚至割下被害者的生殖器官 在大庭广众之下 将其剁成碎片 劳特只能远远地看着这一切 根本不敢反抗 因为害怕遭到阿库的报复 事后也不敢去报警 阿库在这件事之后 仿佛体验到了不一样的快感 她的手段变得更加残忍 行径也更为嚣张 她有一次在凌晨四五点的时候 闯进一户人家 一进门就用刀 捅了这家丈夫的大腿 把她锁进了浴室里 阿库则拉着女主人的头发 把她拖到另一个地方 侵犯了她 直到三四个小时之后 才结束 女主人回来后 发现丈夫倒在血泊中 没有了呼吸 随后这个女主人 向当地警方报了警 但是当地的黑警 仅仅只是做了一个笔录 走了个过场 就将她打发回家了 阿库并没有得到任何惩罚 在这个平民窟里 法律对于阿库来说 似乎是不存在的 阿库沉浸在自己的暴行中 并且一次比一次残暴 不久后 阿库闯入了一个 单亲父亲的家中 当场脱光了这个父亲的衣服 用烟头烫她 实在无法忍受疼痛的父亲 跪在地上 连连哀求阿库放过自己 阿库这下便来了兴致 他强迫这个父亲 在自己16岁的女儿面前 光着身子跳舞 不然就杀了她 然后侵犯她的女儿 这个父亲没有办法 只能按照阿库的要求照做 阿库一帮人 则在旁边哈哈大笑 事后这位父亲和女儿 因为无法接受这样的屈辱 两个人在家中一起吞药 自尽了 无论男女老少 只要是这个平民窟里 低种性的人 都是阿库的玩物 阿库视人命为草芥 或者说她根本不把 这些低种性的人当人看 甚至连孕妇 她也不放过 一位叫做卡尔玛的孕妇 在怀孕七个月时 被阿库从她家里拖出来 在街上 她被剥光衣服 被阿库侵犯 这还不够 卡尔玛还被阿库的手下 轮番侮辱 不堪其辱的卡尔玛 在生下孩子十天后 就将煤油浇在了 自己的身上点燃 活活烧死了自己 这些都还只是阿库暴行的冰山一角 敲诈勒索 抢劫 折磨 甚至是害命 阿库是一向不辣 这些事情 每天都在这个平民窟里上演 阿库和她的手下 会在一天内的任何时候 闯进居民的家 肆意搜刮着 他们想要的一切 摩托车 手机 钱 珠宝 基本上只要是眼睛能看到的 指点钱的东西 都会被他们洗劫一空 抢劫的同时 敲诈也是阿库收入的主要来源 阿库和手下通常会在平民窟里绑架妇女 敲诈绑架妇女的家属 交出高额赎金来救人 因为这些受害者们被家人赎走后 根本不敢报警 因为阿库在绑架期间侵犯了他们 在印度 即使是受害者 承认自己被侵犯都是一种禁忌 因为这会让自己和家人蒙羞 阿库就这样以性暴力为手段犯罪 将这座平民窟变成了可怕的地狱 从1991年开始 阿库这样的暴行 整整持续了13年 13年来 当地的居民们 尤其是女性 每一分每一秒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平民窟的孩子们 甚至为了躲避阿库 不再出门上学 很多女人也紧锁家门 闭门不出 平民窟以外的人 给这里的女人说清 永远会被拒绝 理由是 他们都是阿库的玩物 是不干净的 没有人愿意娶这个地方的女人 渐渐的 这个平民窟变得闭塞起来 没有外人愿意来此走动 这里也不会有任何庆祝的活动 这一切都是因为阿库 他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人间炼狱 当地人也曾抱过无数次警 但当地警察根本不管 这些低种性穷人的死活 再加上阿库对警察们行贿 他们轻易地就站在了阿库这一边 警匪勾结得越来越密切 警察不仅对阿库的犯罪 视若无睹 甚至还会愉快地加入到施暴者的行列 将那些妇女当作发泄的工具 曾经有一位22岁的女性 鼓起勇气去报警 称自己被阿库侵犯了 没想到警察却反过来指控 是她主动勾引阿库 直接把她轰走了 这样颠倒是非黑白的例子 多到数不过来 警察不仅不主持公道 还偷换概念 他们称这些受害的妇女 是身性淫荡 主动勾引的阿库 所以活该被侵犯 这些主动报案的受害者 无一例外都被警察嘲笑诋毁 进行荡妇羞辱 更夸张的是 曾有一位被阿库侵犯的女性 去警察局报警时 被警察们轮流侵犯了一遍 这里早已经没有了法律和正义 长此以往 许多妇女都不再选择去警局报案 他们不再相信警方 除了妇女以外 就算有男性受害者 去警局告发阿库时 警方也不会处理 甚至还会把是谁报的案 透露给阿库 方便她去报复 这里的警局彻底沦为了阿库的帮凶 身处社会底层的贫民窟居民 活着已经是拼尽了权力 还要保受阿库的摧残和压迫 警方也是笃定这些穷人翻不出风浪 所以才任由阿库作乱 但不是所有人都屈服于淫威之下 2004年 一个女人的出现 打破了阿库的邪恶统治 这个揭竿而起 带给贫民窟希望的女人 叫乌莎 是个25岁的酒店管理专业学生 一般来说 贫民窟里的女性 很少有机会接受教育 但乌莎不认命 她坚信只要自己努力学习 勤奋工作 就能赢得属于自己的未来 身在泥沼的乌莎从未停止发光 她有胆识有气魄 并且非常仗义 而她被牵扯进阿库的事情中 最开始也不是因为自己 当时的情况是 她认识的一位女性朋友 被阿库抢劫并侵犯 但乌莎的朋友 惧怕恶势力不敢伸张 咽不下这口气的乌莎 便去帮她报了警 接到报警后 警察迅速地把这件事告诉了阿库 还透露了乌莎的住址 阿库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 贫民窟的贱民竟然敢挑战她的权威 觉得自己被挑衅了的阿库 当天晚上就带着40个小弟 包围了乌莎的房子 阿库手里拿着一瓶硫酸 隔着门大声辱骂 威胁乌莎 我要往你脸上泼酸 这样你就清楚该不该报警了 只要让我看见你 你就死定了 阿库站在门外不停地谩骂 并且不断地敲击木门 但乌莎丝毫不惧 她把门抵住 站在门里回骂 双方僵持了一会儿 气急败坏的阿库让手下砸开了门 即使这样 乌莎也没有乱了阵脚 她灵机一动 直接打开了家里做饭用的煤气罐 顺手抓起一根火柴 阿库等人砸开门进入房内 就被吓了一跳 阿库闻到了满屋的煤气味 不由地担忧起来 乌莎则是站在屋内举着火柴 淡然地说道 敢动我一下 我们就同归于尽 阿库看着乌莎赌定赴死的架势 顿时也没了底气 这么多年来 平民窟内从来没有人如此反抗过她 她开始害怕乌莎真的会点火 无奈之下 阿库只能带着她的人 信信地离开了 这根没点燃的火柴 却让平民窟人们的心中 燃起了反抗的火种 一场史无前例的全面反抗 就此拉开了序幕 人们看到了乌莎的胜利 发现原来鼓起勇气反抗 真的有用 事后的几天里 乌莎还挨家挨户地动员 让平民窟里的大家都团结起来 一起加入到打倒阿库的队伍里 人们积攒了多年的愤怒发酵起来 他们饱受十几年的压迫 此刻终于有了机会反抗 追随乌莎的人越来越多 平民窟中参与反抗运动的人们 都放下了手里的工作 拿出所有的积蓄来准备物资和武器 决心团结一致 扳倒阿库 2004年8月6日 乌莎带领着众人 先是烧毁了阿库和他那些手下的老窝 然后又到警察局去联名举报了阿库 警察局的黑警们见这次情况不对 如果对这群人的举报置之不理的话 警察局怕是也要被夷为平地 便决定先拘捕了阿库 先稳住局势 再从长计议 2004年8月7日 当地警方逮捕了阿库 表面上是乌杀众人的反抗举报 起到了作用 这是民心所向 警察局不得不听从 但事实却是这群黑警 为了保护阿库的生命安全 把他接到警察局里保护了起来 被抓进警察局中拘留的阿库 日子过得比外面还要逍遥 警方不仅好吃好喝地招呼着阿库 甚至还为阿库提供了独立担监 当地警方的这些行为 很快就被平民库的百姓发现了端倪 既然警察靠不住 那就用别的方式来解决 于是当地群众便堵在警察局门口 逼着警察们将阿库移交到法院进行审判 警察局门口被群众围堵的水泄不通 甚至还有人在警察局门口扔菜叶和生鸡蛋 警察们被逼无奈 只好将阿库移交给了法院 但由于警方提供的材料 刻意隐瞒了阿库的诸多罪行 这也影响了法院最终对阿库的审判 六天后阿库竟然被保释了 保释听证会也会在当地法院举行 阿库即将被释放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平民库 也激怒了整个平民库 听说这个消息后 数百名平民库妇女自发携带着菜刀 砖头和辣椒粉进入了法院 既然法院不处置阿库 那就只能靠自己来报仇学恨 2004年8月13日 听证会开始前 阿库得意洋洋地走了出来 他脸上丝毫没有悔意 反而为自己得到警方的保护而得意不已 阿库坚信自己将会毫发无损地走出法庭 出去后他将重新以残酷的手腕捅至平民库 他甚至在听证席里发现了一个自己曾经侵害过的女性 然后他毫无遮掩地出言嘲笑了她 说她是妓女 出去了还要再次玩弄她 这种狂妄之言竟让一旁的警察听后全部轰然大笑 施暴者的自满和警察的嘲笑激怒了那位被害者 法庭里的其他被迫害的妇女们也愤懑不已 随后只见那个女人尖叫着跨过了听证席的围栏 直接奔向阿库 用拖鞋疯狂抽在起阿库的头 接下来场面失控了 听证席上的妇女们一批批涌上前去包围了阿库 他们愤怒地喊叫着用各种武器攻击阿库 两名守卫警察的脸上还被扔了辣椒粉 见到如此景象 警察们纷纷逃跑自保 只剩被包围的阿库惊恐地在人群中哀求 这场混乱的攻击持续了至少15分钟 阿库先是被无数辣椒粉和石头砸倒在地 紧接着那些女人掏出装在衣服里的匕首 疯狂地刺向阿库 混乱之间 这些女人甚至会传递匕首 让没有匕首的姐妹们也可以泄泄粉 其中更有一名女子挥舞着菜刀 把她的生殖器也割掉了 鲜血溅满了法庭的大理事地板和墙壁 在群躬之下 阿库身中70多刀 因为失血过多而没有了呼吸 躺在地板上一动不动 但愤怒的女人们根本没有停手 在她断气后仍然继续泄粉 结束这血腥复仇之后 女人们回到了贫民窟 她们骄傲地告诉自己的家人 使她们手认了阿库 阿库惨死的消息瞬间传遍了整个贫民窟 家家户户锣鼓喧天 大家吃着互相送的食物水果 居民们到街上再歌再舞 尽情释放着喜悦 但这样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 法律虽然不会制裁只手遮天的阿库 但是不会放过贫民窟里 这些手认仇人的妇女 不久后 当地警察便逮捕了当时参与围攻阿库的五名妇女 乌杀也被认为是主谋 贫民窟的居民开始游行抗议 进入法庭的两百多名妇女声称 她们都参与了刺杀 所有人都有责任 不能单单仅逮捕五个人 要逮捕她们所有人 最终整个案件因为证据不确凿而被驳回 涉案女性也都被释放 这次公开的私刑震惊了印度 舆论认为她们的行为是违法的 践踏了道德和法律 但是印度退休的高等法院法官巴乌瓦哈内 公开表示 她们别无选择 这些妇女一再向警察恳求安全 但是警察没有保护她们 如果她们执行了私刑 那是因为法律和执法机构 没有给予她们帮助 迟到了十几年的正义姗姗来迟 这些社会底层的弱女子 竟还是通过自己的双手来伸张正义 无论是当地的警局法院政府还是他们自己的父亲 丈夫儿子都不曾站出来保护过她们 任何人都不应该是生来就被压迫的弱者 团结起来 呐喊出来 这个世界应该听到我们的声音 今天的案件分享就是这样 这里是迷雾调查组 我是吊吊 我们下期见